來自日本的陶藝家仲松康夫 一個人靜靜的坐在工作室 輕輕的為眼前的陶杯上色 小心翼翼的動作 就像在創作一個礦式巨座一樣 仲松康夫的作品強調創意與自由性 陶杯上的線條與色彩都沒有固定的形式 而是以一種輕鬆與自由的模式創作 老師他做的作品就是 不會有特定的形狀 然後就是像小朋友那樣比較自由的去發揮 那可以看到就是他的畫的部分 就是都不是一樣的 就是老師他的作品都是 做起來都會是不一樣的這樣子 仲松康夫這次受到 原培醫師科技大學李明松博士的邀請 來到台灣進行創作 同時也要與學生分享他的創作方式 仲松康夫先生的話 他的作品的話應用了很多京都 他們本身經燒的那一些特色 比如說他把他們所謂的織布用 還有黑色的一些黑綠還有白 這些畫面去做切割應用 然後把很多我們感覺很像 幾米的那種色彩 飲用進來 喜歡創作的人最需要的就是一個 可以放鬆 而且集中精神的環境 仲松康夫來到台灣 除了分享與教學以外 最需要的就是在這邊 他可以找到自己的空間 讓他可以全心全意進行創作 就是他很想說就是現在這樣的情況 就是一直都在創作 那希望未來也可以繼續這樣下去 那因為他在日本的時候 就是常常會有很多的工作過來 所以他可能沒辦法集中在他的創作上 那這一次來台灣 他就是可以一直在這邊做創作 他覺得非常的好 原培醫師科技大學帶領學生進行陶藝創作 希望用藝術陶藝學生的性情 而透過藝術創作 也帶領學生找到適合的興趣與發展 而校方也展現了企圖心 除了邀請日本陶藝家 重重康夫駐校指導以外 也舉辦多次的展覽 要讓美的創作被看見 凱波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